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那我昨天才发了一个动态说 暗K3系列影片会暂停更新 直到有新赛季消息出来为止 结果这里嘛 今天就出来新赛季消息了 感觉刚想给自己放假就被迫上岗 不过这总归是好消息 6月17号就会开始PTR测试 那我接下来就会跟大家介绍和简要分析一下 新赛季的蓝帖改动 那先感谢凯恩版主雪豹君给我们做的翻译 那首先赛季的主题就是会增加无形的武器装备 那这是至今暗黑2系列所推出的赛季主题 在暗黑2里面 无形装备是无法被修复 但是属性更强大 那在暗黑3里面 这个无形装备是怎么样的 它明确说明这是一种武器类型 并且拥有强大的词锐 还随机附送一个职业武器的威能跟被动技能 那随机附送的武器特效跟被动技能我们很好理解 但是这个强大的词锐有多强大呢 就还不好说 按照暗黑2这个无形装备来看 伤害和防御都比一般的装备要强力50%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武器的白字呢 肯定先提高50% 然后本来比如说是7%攻速10%伤害的话 那是不是也就会变成10%的攻速跟15%的伤害 那除此之外呢 它是账号绑定的 只能通过打怪和开宝箱掉落 那换言之呢就是不能通过血岩碎片 跟魔方赌博来获得 那然后就是它的掉落概率啊 大概在远古跟太古之间 那这个之间就很玄学 现在来说远古掉落率大概10% 那太古掉落率大概是0.25 那中间差距是非常大 我折中来算的话 可能掉率在1%到2%左右吧 那接下来呢 每个职业有三种无形装备 词锐呢是固定 那只有传奇特效跟被动技能呢是随机的 那可能暴雪觉得现在地狱火项链已经非常坑了 你不能搞个比这个更加坑的东西 所以呢 词锐呢是固定 那人物身上呢只能装备一件无形装备 这个是很合理的 无形装备呢也不会损坏 我觉得也很合理 那无形装备的特效呢 不能跟魔方里的萃取叠加 不能被附魔幻化 那我就希望美术部门的同事啊给力一点 那无形装备呢可以被增强 这个增强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看一下官网的原文 意思应该就是可以打卡的上宝石 那最后呢就是在24赛季 如果你收集其全职业的无形装备 也就是有21件这个无形装备 那就会奖励你特殊的幻化 那好家伙这赤裸裸的呢 就是逼着大家回来玩新赛季 而且一玩呢就要玩7个职业 看来暴雪为了月活数据啊 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而且呢我大隐藏职业也终于不再寂寞了 因为肯定会有人去玩它 那对于这个无形装备 我也还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概念 到底这个磁缀有多强力 每个职业呢有三种无形的武器嘛 那到底是双手武器还是单手武器 也还不清楚 那而且是固定磁缀啊 那既然是固定的话 它会不会给我一个流血之类的垃圾磁缀 那会不会有一种武器呢 又有两个相孔 那诸如此类的想法还有很多 还是要等到PDR开放了之后 才能去看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就讲一下各职业的改动 这次职业改动里面 占篇幅最大的就是武僧 技能和套状呢都大改了一下 首先就是技能幻生爵的改动 繁体翻译呢是天地园林 那说直白点呢就类似法师的分身 那一说到分身呢 我且不说它伤害增强多少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增强它的智商 很明显呢 暴雪这次也没有明确的表明 分身的智商有没有提高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都改些什么东西 分身的火符文 本来是分裂五个分身 现在只有两个 但现在所有的分身都可以分裂 伤害从480%增加到1920% 那还没有进入到PTR测试之前 我很难说分身现在改成什么样了 它提到分身的个数减少了 但是每个分身呢又能分裂了 不过这个伤害肯定是提升了不少 那然后呢分身的土符文也是增加了很多伤害 那以上呢是关于武僧的技能改动 那然后就是法师的分身 现在可以显示数量了 史诗级的增强 以后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白石在场上了 不过我是认为增加这个数量的显示意义也不大 至少我在玩法师的时候 不管是单人还是组队 场上基本上都能保持4个分身 那如果很不幸死掉两个分身 那我之后可能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从4就变成了2 那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要等到CD结束然后重新招一轮 那有着功夫给法师增加一个分身数量显示器 不如给组队增加一个队友的元素循环提示 好吧接下来是物品改动 还是武僧啊 这次把英纳套给加强了 那我们看下都增强了什么 两件套的特效呢没有变 提升分身和真言术的基础效果 那四件套特效呢改为同时获得所有真言效果 并且每多一个分身就多5%的减少 之前是没有减少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坚韧可以提高不少 那六件套效果呢就是获得所有分身的符文被动 攻击敌人呢就会产生分身 那具体产生哪个分身就看你带哪个符文 那最多呢是可以产生10个分身 那每多一个分身就多950%的伤害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最多10个分身 那10个分身 然后根据那个火符文的技能效果 又可以分裂 那简直就是热热当到过暑假 那暴雪明显是嫌服务器压力还不够大吗 然后呢就是这个跟分身相关的传奇鞋子 现在也增加了分身的伤害 最后就是分身的护腕增伤也提高了 原先是200% 现在提升到400% 那我觉得武僧的改动呢 其实相当有意思 其实我玩游戏啊就喜欢玩召唤类的职业 那魔兽世界我首发的是术士 暗黑2我首发死灵 暗黑3我首发的是巫医 那虽然现在武僧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能称之为召唤 但人多呢看的就是欢乐 那具体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PTR表现怎么样 不出意外的话 下赛季我就会玩武僧了 那说完增强的职业 那接下来就大砍刀了 一刀砍到谁的头上了 首先就是我们圣教军勇气三光 勇气套装增伤现在改为提升125% 最多叠加三次 那根据计算呢 比之前的套装增伤 大概是低了三层多一点 不算特别厉害 那我上个赛季呢 用圣教军三光冲到140层 就发誓再也不用三光冲层了 太断手了 那这次新赛季的无形装备 可能对圣教军的散炮收益比较大 还是要等PTR开始之后去试一试 那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二刀 刚刚对于圣教军三光只是小刀而已 那这个对死灵的骨毛就直接砍到渣了 骨毛套装六件套效果 增伤调整为6000% 而且分身没有额外的增伤 那之前的套装呢 是10000%的增伤 而且分身还有三倍伤害 这样算一算 强度降低了个小十层啊 挺好的 在低层跟DH做朋友 那暴雪的理由是 骨毛跟三光这几个赛季太强了 所以要砍 我觉得你砍呢 是也算合理了 但是死灵的下赛季玩什么呢 是不是要回到散剑毒镰刀呢 单人的话且不说 那国家队进度位怎么办 这赛季的死灵啊 已经挺勉强了 那新赛季进度位最佳职业又会是谁呢 赛季主题无形的武器 能拯救死灵吗 好吧 PTR下周就开启了 大家拭目以待吧 那这期影片之前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之后的 24赛季系列影片 谢谢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